台南市委員黃麗昭痛批公測會假公技師 竟然利用介紹工程摸取的意義 而且名片上居然還印著台南市政府五個字 不少公司遭到詐騙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 投資促進會 側進會 你怎麼會是台南市政府 所以這真的相當扯 議員們批評側進會才28名成員 每年卻有將近2500萬的人事預算 也有員工介紹不孝消防檢驗業者 給剛成立工廠的公司 檢驗會通過又錯怪到消防局身上 也令消防局相當困擾 根本業者都還沒有 我們退回去請他 這重新修修正 他也還沒有送進來 他就跟他協助說 都消防給你撞掉了 我已經撞掉了 叫我一炒 沒有了 這個情況很多啦 真的有很多 所以我借用這個機會 請媒體朋友來呼籲一下 我們市裡面確實有一些不孝的消防業者 請大家摒棄這個不孝的消防業者 政風柱表示 會把整體事件調查清楚 理清所有真相 公車會也承諾會加強會內所有員工的素質 不讓類似個案再次發生 記得周正宇 台南報導 承辦業務的人去承擔這個